我也讲两只粤语 Hello 大家好 我是高文君 今天很开心跟大家去聊天 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 我可以封人 大家可以去 问我 我之前其实讲粤语 就是想讲的时候 就会犯很多那种错误 比如刚刚我说 之前我是发音标准 然后会有在香港的时候 有记者跟我聊天的时候 就会说 记者就会偷偷跟我说 这个是骂人的话 会有这种小的出糗的画面 这其实挺正常 我也可以分享一下 因为其实我是我的祖籍 就是湖南人 然后其实我从小在家里面 就是都是跟爸妈说普通话 然后还有说湖南话的 然后呢 但是当我后面去了上了学之后 因为还是要融入到那个集体当中 那我身边的同学 其实他们都是大多数都是东莞本地人 然后他们就会说很多很多的乐语 然后我就会想着那我要怎么融入进去呢 我如果天天说着就是其实小时候也难所避免嘛 就说普通话很多时候是大家可能就不怎么会理你 然后我就开始学 然后我一开始也闹了很多样子 包括到现在其实有很多时候我的发音也不能说特别标准 但是也慢慢的就要大胆讲嘛 就笑就笑嘛 笑的时候我就说那怎么办咯 我就是不标准咯 你要么就上来捶我一顿咯 那我还是得讲 我不会捶你 就是我记得我之前也是就是想念自己的广东话 然后我就去买东西的时候 我就会故意就是想去跟那个收货员说广东话 我就会比如说我就问 请问那个给请啊 然后那个收货员就会非常认真的回答我 这个30元就是他会用普通话回我你知道吗 然后这个情分就很尴尬 我不知道该用普通话继续跟他说 还是继续就是用广东话 然后到时候脸皮厚了之后 就不管对方有什么回答我 我都会坚持跟他用广东话 可能他听都听不懂 但是就是要练 我觉得语言真的就是得练 这个这个是很正常 就是因为他们 sorry 就是服务业的从业者 其实他们在很多时候会习惯性的去根据对方的一些身上特质 然后就会开始去转换自己 然后可能他们听到听到你 就是应该一眼就分辨出 可能你不是香港的就本地人 然后他们就会自动的转换一下 不过其实现在应该 就是我知道是很贴心的 但是就是毕竟本意是想练练广东话